你关心海洋议题吗? 海洋生态不断遭受破坏 我们可以怎么保护它呢? Hello,我是绿色和平的专案主任钟孟勋 欢迎来到《听说环境》 轻松吸收环境讯息 绿色和平与全球海洋守护者 努力推动全球海洋公约 促请联合国在2030年以前保护至少30%的海洋 为什么是30%呢? 今天与你分享这篇文章 30%的保护足以拯救100%的海洋吗? 直到最近 渺小的人类才认知到 占地球表面积71%的海洋 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海洋制造地球50%的氧气 它超过了全球森林产生氧气的总和 再加上具有调节全球气候的功能 大海比您我想象的都更重要 依赖海洋的 不仅是海中生物 和以海洋资源为生的沿海居民 其实所有人类都需要海洋才能生存 而且没有健康的海洋 我们就无法拥有健康的地球 回溯人类历史 海洋也从未像现在一样面临各种人为破坏的威胁 包括工业捕捞 石油砖炭 塑胶污染 深海采矿 还有气候危机等等 风暴般的袭击而来 结果将海洋推到恶性循环的临界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数据显示 浮原辽阔的公海 它占了全球海洋面积的61% 而国家水域则占了剩下的39% 目前全球受到保护的海洋只有7.65% 其中6.93%是属于国家水域的 表示不到1%的公海受到了完整保护 这样的保护程度远远不足以恢复海洋生态 所以我们必须去扩大它的管制范围 庆幸的是 拯救海洋现在还为时不晚 为了重建生物多样性 修复海洋生态系统和减缓气候变迁 绿色和平连同了英国牛津大学 约克大学率领的科学研究团队 于2019年发表 《30×30海洋保护蓝图》报告 提出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概念 致力于推动2030年以前 保护至少30%的海洋 这样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 30×30 有些人针对30%的数字提出质疑 这真的能够拯救海洋恶化的问题 而且在10年内恢复海洋原有的样貌吗? 30×30海洋保护蓝图研究报告中 采用的模型是被广泛运用在 设计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城市 并搜集各种数据 如海洋生物、地形、洋流、商业捕捞压力 以及矿产、开发所有权等最新的资讯和数据 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与数据汇整之后 与地理资讯系统经过数百次的城市演算 才发展设计出具有保护目标的数值 得出30%覆盖率的结果 同时也参照了2016年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的决议 指出海洋保护区的网络 应至少包括每个海洋栖息地的30% 而绿色和平的研究报告也获得国际间的认可 海洋拥有非常神奇的复原能力 只要提供所需的空间与时间 生态其实还是能够逐渐恢复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海洋保护区 在这些区域内去禁止所有人为活动的侵扰 以及杜绝破坏性工业活动的影响 保护30%的海洋看似不多 事实上这个30%占了7000万平方公里 是相当于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欧洲 再加上俄罗斯的面积总和 这个范围将有效地加强海洋保护 并不是沧海遗述的 它甚至能够提供金鱼、鲨鱼、海龟 还有所有的回游性远距离迁徙物种 所需要的生存空间 当这30%的鱼群数量逐渐恢复到充沛的程度后 就会往外扩散到其他的区域 形成外溢效应 进而帮助整片海洋从事丰饶 而禁止在海洋保护区进行工业捕捞和其他有害活动 也能够使得沿海社区的数百万渔民受益 他们与海洋和学共存已经数百年 鱼扮演了他们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角色 这些渔民不会破坏整个海洋的生态系 他们仰赖少量的捕鱼去获取他们所需 并且很努力地养家活口 少了工业型鱼捞搜刮海洋资源 这些渔民的生计更能够获得保障 海洋更有足够的时间去恢复生机 为了达成保护30%海洋的目标 我们需要一个横跨全球海洋的保护区网络 保护生态系统并应对气候和自然危机 不过如同大多数的环境问题 保护机制它不会自行发生 而且还有贪婪的大型企业 为了利益和权利游说政府去反对海洋保护 目前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机制 得以在国家水域以外建立海洋保护区 因此绿色和平从十多年前开始 持续推动成立海洋保护区 经过众人声援与多方努力下 终于将全球海洋公约的议程送入联合国 推动成立与管理海洋保护区 在2030年以前保护至少30%的海洋 在全球超过350万个支持者的共同推动下 直到2021年的6月 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正式加入 或支持全球海洋公约 包括了英国、德国、西班牙 还有我们邻近的日本和韩国 更有其他约80个国家 以不同的形式去支持30×30的目标 若要真正达成制定全球海洋公约 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在协商会议中通过 然而,原定2020年举办的最后一次协商会议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延至2021年举行 却由于谈判的前夕 再次宣布延后至2022年 绿色和平担任协商会议的观察员 我们将持续向各政府去倡议 支持通过全球海洋公约 为了我们珍贵的海洋 争取强而有力的保护政策 邀请您支持绿色和平的守护海洋工作 一同关心海洋健康 让我们未来的世代 则已倾鉴大海的生生不息 也能够与海共存 你最希望保护海洋的哪些成员呢? 是鲸豚类?热带鱼?海龟? 还是深海的神秘物种?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海洋的环境资讯 也欢迎你订阅频道 可以造访我们绿色和平的官方网站 获得最新消息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钟孟勋 期待下周与你继续分享更多的好文章